娱乐中心陈慈灵报导 郊西哪间饭店藏针孔未开 冲击当地住宿业 饭店千金张灵雨为此报布 图资料照翻设字张灵雨脸书 宜兰郊西当地一知名饭店 日前被一对来自桃园的情侣在入住 察觉房间内装有针孔摄影机 随即回报业者并警处理 结果一查之下才发现那有大量偷拍影 经警方介入调查后指出 至少五组客人遭偷拍 由饭店名称未公布 引起不少旅客恐慌 郊西住宿也因此受到冲击 对此身为郊西立祥饭店千金 主播张灵雨打抱不平 不讲清楚哪一家让所有对郊西都惧怕 但也提到目前真相未明 他们可也是受害者 张灵雨25日在脸书为郊西整体履宿 抱不平 不讲清楚哪一家让所有人对郊西都惧 我只能说 不是立祥酒店连锁 郊西馆发声掏 请大家放心安心来玩 我们也有定期检测 跟警连线 保护住客隐私 郊西哪间温泉饭店藏针孔 公布 张灵雨认为 不讲清楚哪一家让所有人对郊西都惧怕 但目前真相未明 也不排除该家业者受害者 图翻设字张灵雨脸书张灵雨指出 事发店目前已经清除针孔摄影机 其他同意们也因更加警惕 呼吁大家放心来交锡丸 绝对安全 张雨强调 我相信事发饭店一定也已经清除 配合方调查中 目前还没查清楚真相 他们可能也是 害者 也希望大家不要赶尽杀绝 国旅大者恒大 Local的生意真的不好做 但我们都很用心努力尽力 客人最好的啊 张灵雨认为 如果真的也是衰育偷装真孔 只能说事发饭店太相信人性 疏忽了 来他们肯定会继续惨痛教训 也希望大家可以 一条活路给事发饭店员工继续讨生活 三立心 网提醒您 根据刑法第235条规定 散布 播送或贩卖 谢知文字 图画 声音 影像或其他物品 或公然尘 或以他法供人观览 听文者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亦或科或病科三万元以下罚金 意图散布 播送 卖而制造 持有前项文字 图画 声音 影像及其父物 或其他物品者 一同 提醒大家物加入贵求 私等行列以免触法 违法行为 请勿模仿 音乐 音乐 音乐